因為登輝他是不買基金 他覺得買基金的人就是太傻了 蛤 那他要買什麼 太慢了 他都看股票 可是他看股票 因為他也是太小心了 他都會看到這支股票 比如說從100他就變300 他都沒有買 他就是一直觀察 觀察 觀察 等到他買的時候就最高了 對 他就一度看他從100到300 對對對 就會這樣子的一個 只是欣賞而已嗎 沒有 他就是想要買 可是他又怕瞭解 那台積電來講的話 因為外資持有蠻多的嘛 所以我是看好他啦 剛剛我們私底下還在聊天 婷姐也在問我說 什麼時候到500 我好多朋友也是 就是200塊或者是300塊進場的 每一個都跟我說350要賣 結果沒有想到 真的到350的時候 又捨不得賣又覺得會來到500 那我之前曾經算過 如果台積電真的到500的話 大盤至少要13000點以上 所以我們可能 今年很快啊 剩12000 對啊對啊 踩一下油門就到了